我們現在人在關山河濱公園 那這邊有一座台北市全新的自行車廠 那以往台北市的繞圈賽啊 我記得沒錯的話都是在合體舉行 然後會有封路的狀態 那現在這邊有一個完全就是跟人行道啊 或是一般遊客在散步的地方 區隔開來的一個自行車程 那這個場地呢 大約有兩個長度 第一個是可以騎一公里 第二個是可以騎五百公尺 就有大小圈的設置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來跟最佛攝影師以為來PK一下 到底在這個全新的路段當中 騎乘感受會如何 還有誰的一公里可以比較快呢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準備 倒數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GO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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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伽子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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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兩位 寓隊 金色不滿 房 八 四,二 五 四 二 二 五 二 一 二 二 一 三 二 二 四 二、三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剛剛那趟騎了90秒欸 1分30秒 我覺得也蠻快的 已經創下我們最快的一圈紀錄了 我剛剛前面真的有全開喔 全開到最後那個彎 最後這個直線 直接鐵腿 要不然我一定讓你 你直接硬掉啊 我直接硬掉 腿直接沒有辦法出力 我想說我要一直跟著你跟到出彎的最後一刻 我就要想辦法開掉 然後因為這一段其實我覺得蠻遠 大概有應該有200公尺多 快300之類的 然後就覺得騎很遠騎不到 就你看得到這個白線 但一直覺得還很遠 然後不敢往後看 因為我覺得隨時一往後 然後就會被他追過的那種感覺 OK吧 今天這個成績 我覺得不行 我想要再跟你挑戰一次 我真的不會再輸你 因為我剛剛那個前面是因為我沒有配速 前面開太快 太想要贏 然後就開太快 然後後面 然後還有 還有一個原因 是你腳踏車比較厲害 所以等一下要去我後面一點 有嗎 有啊 OK吧 我的佔據耶 你是那個耶 你的那個盤不一樣 好好好 所以等一下我要讓你就對了 對啊 你要讓我 大概 要讓我到那個線啊 三個車身就好 三個車身 好 第二趟來就來啊 怕你 我這次絕對不會輸 再來一趟 好 準備 有點飄雲 然後要安全第一喔 五 四 三 二 一 Let's go 好 接住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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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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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看吧 不管來幾趟 我跟你講 我還是會贏的好不好 OK吧 都讓你這樣幾公尺了 我前面 我想說 前面都把你拉開 因為最後衝的時候想說 應該會輸 結果真的不曉得 瞬間一出直線 他的加速真的超快 瞬間超過我 第一趟的經驗之後 我就覺得我剛出最後一個直到 我一開始反應很慢 因為我一出來的時候其實太重檔了 所以我這一次在 過最後一個彎的時候 就先調輕兩檔 退兩檔之後一出來其實就比較輕快 你的迴轉速就可以先踩起來 那時候先把頻率變快 然後就可以把你拉掉 然後最後 最後的話 他超過以後 我就用全力 跟著他 然後但是 就是追不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我們腳都差不多 然後就是追不過他的 可是 車子真的有差一點 沒錯好不好 你應該就是要 換車了好不好 好啊 這一次 我覺得來這邊騎乘的感受 除了剛剛這個輸贏之外 剛剛其實路線來說 真的非常平坦 因為整條路段其實 比在外面開車的那種 柏路段還平 因為這邊應該是剛鋪不久 所以 騎乘起來其實沒有太多的那種 凹凸的地方 但剛剛有點小飄移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會滑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 對啊 好 最後還想到一個 挑戰 還有什麼話想說嗎 那你來跟我比跑步啊 我跟跑步很有自信啊 我跟你講跑步齁 我先保留啦好不好 未來有機會再跟你挑戰一下 但可以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接下來 會繼續參賽很多場 路跑賽 甚至會有一些接力賽的可能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跟就是攝影師的合作啦 好啦 OK 以上就是這次來開箱這個 灌山自行車場 新的這個 繞圈賽的場地 如果大家有機會有空啊 我覺得還蠻舒服 也很推薦大家來 而且它不遠 就在松山這一側的河濱旁邊 好啦 我是你家Android 我們下集見 你幹嘛 掰掰 你在幹嘛 我在等你講自己 要不用玩 要摸些什麼 可以嗎 可以跟你去水 可以嗎 是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